被封為鋼筆美學大師的韓玉清 是名副其實的一字千金 用筆尖沾入墨水 手握歐洲中世紀的羽毛鋼筆 也能像軟筆的毛筆 寫出歷書的筆法 宛如書法作品的鋼筆美字 結合美術技法 將寫字提高到藝術層次 一筆一畫間展現柔美線條 在繁複的修飾花邊 優雅的法式書法字 讓單調的英文名字 顯得更有韻味 從手寫的筆觸到墨水的質感 線條的變化 這是古式鋼筆獨有的魅力 跟電腦打出來的字體 有著不同的質感和意境 插在手寫字有我的靈魂 你電腦字沒有 那這樣比較抽象 簡單來講就是 手寫字它有細節 電腦字印不出細節 這幾年全球掀起一股 練習印筆字的風氣 就是用鋼筆練字 甚至將自己的美字 上傳IG以及臉書 透過社群網站推播助瀾 曬美字形成一股風潮 不管是變遷還是卡片 手寫的東西總是最有溫度 信越來越多年輕人 加入手寫字的行列 照工作寫履歷也拍得上用場 因為我很喜歡這個工作 我就在想說我要怎麼樣就是 讓我的作品集 就是跟其他面試者不一樣 可是因為我的字就是很像小朋友 然後就會覺得在作品集裡面 寫起來很不正式 所以我就想要來這邊 就是把字體寫得端正一點 你看我們這個字 如果這樣子看 如果從這個底這樣畫一條線 就整個字有點歪掉 它就變成一個這樣的形狀 韓玉清出身書法世家 從小寫的一首好字 也擅長繪畫 他將西洋繪畫 與中國書法融會貫通後 寫出了綱筆字 細膩的質感和精緻的風格 逐漸闖出名號 受到國際精品的青睞 指定他書寫VIP宴會的邀請卡 很多名牌廠商他要手寫的 隆重啊 而且他們是規範要手寫的 我們所接觸的百年品牌 它這個已經從以前到現在就這樣 那個在VIP才有 就頂級的 頂級的才有 那頂級的規格就隆重 卡片 信封 信紙 全部都手寫的 覺得品牌重視到這種程度 就是你VIP來 你要讓VIP親眼看到 這是你韓老師寫出來的字 韓玉清靠這一首好字 成了一字千金的寫手 一組英文字價值上千元 幫瑞士精品的頂級貴賓 設計的品牌鋼筆克 光是設計logo的B 就耗時半個月要價八萬元 不光是寫的一首藝術美字 就連他授課的環境 也洋溢著典雅溫馨的 歐式氛圍 他希望學生從環境開始感受 寫字的慢活精神 從最基礎的握筆開始交起 我們讓指尖的尖端 去掐住這支筆 讓它是三個力道 三個方向 來自三個方向的力道 是均衡的 一筆一畫臨摹 掌握韻筆的節奏 透過肢體記憶法 美感筆順法 再搭配數位化教學 有效地學會練字的策略 讓初學者輕鬆入門 一生受用 肢體記憶法 是幫助一個學生 自本在歪扭的情況下 很快塑形 塑形記在你的手上 永遠不會忘 因為你記在腦裡 你一定會忘 靠背的沒有辦法 可是你記在手上 它變成長期記憶 你只要持續操練它 一段時間它定型了 現在最熱門的簽名課 吸引許多企業CEO 以及中高階主管報名 韓玉清不只教書寫 還為學員克制 專有的姓名簽法 但學費並不便宜 三小時就要價八千元 很多藝人 政治人物 企業第二代 他們是包班的 他們不要跟人家一起上 練就一首好字 不只能讓筆下的字 脫胎換骨 也讓心靈得到放鬆和療癒 他的筆觸在寫的時候 在紙張上摩擦的時候 還有他寫的內容 其實就是一種心靈上的排毒 就是你透過筆觸輕重 其實在釋放一種壓力 它要讓人的手 還有讓人的心眼 可以專注在一個地方以後 把一些雜七雜八雜念給忘掉 動手謝謝謝謝字 疑情養性 舒壓療癒 這股手寫風潮 也帶動周邊商品 手工鋼筆銷量 逐年成功